要是 从哪里设计 从你最喜欢的东西设计 为什么呢 最喜欢的 你对它的念最深 一般人绝大多数 情之 现在我看不是情之 你看儿女不要父母 情之就没有 不是情之 现在是财之 没有不想情人的 这个东西麻烦了 你什么念头最强啊 贪财的念头最强 比情之还强 父母 妻子儿女可以不要 不能不要钱啊 古时候是情在败在地 现在改了 这个东西不能不丢掉啊 释迦牟尼佛 一生 持 金钱戒 一生 不去摸钱 不去接触钱 人家供养钱 他不要的 他要的供养 就是一拨饭 一拨饭 还不是一家 好多人家凑齐一拨饭 一家 给他一拨饭 这是把世界 才断掉 第二个是 是 才是 两关最难断的 修行 要从最难断的先下手 那个就容易断了 最难断断掉了 其他容易了 如果从最容易断的先断手 这手断不干净 那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 一定从最难的 最喜欢的 最心爱的 最舍不得的 从这里先放下 要正方向 正方向是 这心上没有 心上干干净净 四上随悦 心里头清净 这是真因秀心 这就是佛家唱讲 离四五碗 四四五碗 如果 尤其心动念分别执着 那就特别从四上先下手 语言里 思想 对自己有宝足 烦恶 烦恼吸气 说起来容易 断起来是真了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度佛菩萨 也在所过敏 用什么方法 佛为我们说出来的 业门深处 常识喧修 就用这个方法 不用这个方法 做不到 因为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怎么落实 落实在 经先在说法 就是说法不间断 听法 修法 不间断 佛用这个方法 来达到 彻底放下 这个方法 为什么放不下呢 你们又彻底了解 真正彻底了解 思想了 不要劝你 你自然放下 那为什么 假的 不是真的 你就不在这处了 你果然真正明白 了解了 人生在世 一场空啊 你空手而来啊 你也是空手而去 这个事件上 一丝一毫 你也带不着我 拨夸身体 也带不着我 这要搞清楚 这是事实真相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自然放下 我不再受这些东西 谦卑了 无需要牵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通通是 生死轮回的 梗 这个梗 要把它断掉 那怎么办呢 就用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 要变成我们真正的根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 没有生命 阿 利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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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